你进宫这么多年 多少也得有点私房什么的吧 他今儿晚要是来了呢 你倒是拿听主意了没有啊 该断不断的 嘀咕什么呢 其实他对我也挺好的 有时候也挺体贴我的 你舍不得了 你忘了 他把你冷落在边上的时候了 你忘了他找人训斥你的时候了 姐 咱们虽然都是女人 俗话说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这是老话 可是咱们也是人呢 咱们也得过点人过的日子呀 你想想 自打你进了宫 你过过一天像样的日子吗 像你们这样的夫妻 全中国 再也找不出第二堆来了 肠痛不如短痛 一咬牙一跺脚 咱们出了门就全都了了 我就不信 这辈子离了他 咱们就能差到哪儿去 好吧 皇上 你们姐俩聊天呢 瞧您 进来也不说一声 把我们姐俩吓一跳 你的房间我还不是想进就进呢 山妹 快去厨房 叫她们做碗联子羹来 做碗联子羹 用什么火候啊 这儿我哪儿知道啊 那这莲子是去心还是不去心啊 不去心可就太苦了 叫你做碗联子羹哪儿那么多话呀 快去吧 我得问清楚 省得一会儿啊 你有改变主意 主意一定 好 这碗联子羹是我为你做的 你可不要让我白跑啊 快去吧 皇上 皇上 你知道这些日子你不来 臣妾有多想你吗 前几天的事是我不对 你没有生气吧 什么事我都忘了 朕一直就说嘛 还是淑妃大度 就凭这一点 王后比不上呢 其实女人也没那么多要求 只要有人关心她 爱护她 就心满意足了 你猜刚才我和谁在一起啊 她不就懂那么点杨文吗 她何止懂杨文呢 我简直太受启发了 这个郑孝叙可真是朕的功骨之臣 是国家的栋梁啊 皇上说的是 郑孝叙啊 没错 陈宝琛师父是忠臣 可是太过迂腐了 罗振玉不识疾 但是太过嚣张 但这个郑孝叙啊 不但容古今通中外 还创造性的提出了 臣之道 你知道什么是臣之道吗 郑孝叙说啊 大清至为臣者 头脑则必思于社稷 言行则必然顺于帝君 中国的时局对我十分不利 没有这样的大臣就没办法 说白了就是必须恢复帝制 皇上难道就不关心点家事吗 在朕说来家事就是国事 国事就是家事 什么家事 比方说 比方说后院齐火 后院齐火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呢 真不像话 皇上 皇上 不是真的齐火 是 让我怎么跟你说呢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心呢 你看看你又来了 那你明白我的心吗 我是皇上 我心里想什么 你明白吗 姐 难道你还没受够吗 和溥仪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我要离婚 姐 住处我已经找好了 嗯 律师 我也帮你请好了 你放心吧啊 今天是七月初七啊 姐 今天是民国二十年八月二十日 是你获得自由的日子 嬷嬷 瞧您这大清早的再高兴 也不至于喝酒吧 让格格笑话了 这哪是酒啊 这事我趁着天没亮啊 大树叶子上 好不容易收了一盅两心泪 两心泪 对对 两心泪 就是牛郎之女相会的时候流的眼泪 就是昨儿夜个呀 接在小草上 小树叶子上的露水 我呀正想给书主子跟格格送去呢 嗨 您热热闹闹的说了这么大半天 感情是露水呀 我们得走了 没闲工夫陪您这老闲客 老闲工夫陪您这两心泪是给我接的 对对 没听老话说嘛 把两心泪涂在手心里抹在眼皮上 就能让闺女呀也明手巧 那您就在这儿给我涂上吧 嗯 就在这儿啊 嗯 诶 哎 好 嗯 起手巧 起帽巧 闺女呀 闭上眼 别让露水迷着啊 起心通 起眼容 起子笑 起肤疼 教子相夫 何家欢容 好了 嬷嬷 哎 您辛苦了 姐 咱们该走了 你就别再多想了 嗯 嗯 来 上车 哎 叔主子 哎 叔主子 您这要上哪儿啊 哎 你这个奴才也管得太宽了吧 您禀明皇上了吗 你不知道啊 皇上请我来 就是让我陪我姐散心的吗 这 开车 好吃啊 我惹你了 不是 走 叔叔 您上这儿 做什么呀 来会课 主子的事你管得着吗 走吧 叔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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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子 你老跟着我们干什么 陪二位主子逛逛 谁也没请你 回去 没事 没事 小明子 你别跟着我们了 你回去跟皇上说 就说 我暂时不回张园了 叔主的 叔主的 这可使不得 使不得他呀 你回去告诉你们那个皇上 我姐呀 她再也不回去了 她从今天开始自由了 叔主的 你回去吧 回去吧 你看你这一走 我没法上上面交代呀 再说了 两口子打架 她也不记仇啊 你别怪在这儿 丢人现眼的 我这儿有封信 你交给皇上 皇上不会责怪你的 书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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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跟着我们呀 你要再这么纠缠不休 我可就叫人了 书主的 小明子 我跟皇上的事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些你比我更清楚 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坐这趟电梯回去吧 走吧 书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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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从现在开始 你就真的自由了 这个就是礼器 对于注视左传时说呢 仪常也 为钟鼎为宗庙之常器 这就是说呢 像钟鼎这样的青铜礼器 又被称作仪器 是天赐皇权的象征 和等级身份的标志 那这件代表什么呀 这个就特别了 这个是汉武帝 元寿六年 得于焚水之上的宝顶 他特别为此 将年号改成了圆顶 这是天赐语的祥瑞之招 他代表着朕的江山设计 皇上 皇上 又怎么了 书主的他又跑了 又跑了 对对对 这是他给您的信 皇上 姿势体大 还需冷静处置 怎么个冷静 就是啊 盛朝三百年间 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 嫔妃一旦入宫 一辈子不能迈出宫门 淑妃不顾自己的身份 擅自不归行元 开数百年大尾组织之先例 把皇室的脸面都丢尽了 还怎么冷静啊 若公 您仔细地看看淑妃这封信 我看他作甚 威言犯上 一派胡言乱语 哎呀 这里面大有文章 不可不看 且不可不细看啊 皇上 书非以魏蒙帝姓 这个 平日备受虐待为由 提出别居并 不惜寻求法律救济 区区小民 尚要防范家丑外扬 况皇家呼 一旦对簿公堂 致必不扬于整个世界 这一皇上九五之尊 成何体统啊 这个剑皮触犯家法 这样废了他的名号 皇上圣名 名号已废 即便呈颂 也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使不得 使不得呀 皇上 书非平日 颇得人望 沉闻此事发生 沉感意外 我想 必有人 从中挑拨 一时为己所获 乃至如此啊 就是你那个外甥女 傅为山 奴才属于家教 奴才知罪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啊 皇上 触办此事 不亦操之过急 警方激变 这件事 以内部调柱为宜 不到万不得已 不可诉诸法律 那你说怎么办 快点说 快点说呀 皇上 赶紧着人 寻找书非下落 那不是找不着吗 书非既是和他妹妹在一起 对对 闻山嫁给了宰镇的儿子 就可以找庆帝要人 与其 你去办 奴才在 到宰镇那里传镇的口谕 将淑妃给交出来 这 小名字 这 你也去 我再带上几个白猫 快去 好的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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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啊 干嘛 干嘛 我们是奉了上玉前来追查私逃圣券的 你敢敢 抗旨 上玉 妈叫上玉啊 真他妈没文化 这个上玉嘛 这个 上玉 就是皇上的口头命令 皇上 皇上没了 有日子了 这又打哪冒出来的 你他妈的老不死的 你别骂人呐 骂你 我他还打你 我打你 你打人 打你是亲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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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聊了 有日子了 走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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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站住 这位是镇贝勒吧 解问 您是哪位啊 我是淑妃之舅 圣朝从七品借修之事玉琪 原来是国舅爷啊 正是 呸 你 你 真贝勒 也是你这种奴才 敢叫的吗 王爷 我们可是奉了上边的旨意 来找淑妃娘娘的 她的娘娘 怎么到我这儿来找了 她被你们家媳妇 金文山给拐跑了 混账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上边的口语 投什么年月了 还跟我上啊 下的 别跟我来这套 打死人了 上 上 上 怎么着 想打架怎么着 你们你们过来 放开 拉开 别陪小子们 走两圈 怎么着 王爷 这是日本人 日本人 看来咱们的皇上 真是出息了 酷了列强来当保镖 愿吧 当年太后老佛爷 认准了她呢 感情是王不拉使 有后劲 行 行 复辟大清国 皇位 哪轮得上这小子 把江山社稷都捣捅完了 连个小老婆也管不住 居然还到我这儿来要人 告诉你们 告诉你们主子 不把老爷的儿媳妇 全须全远地给我送回来 我跟你们没完 滚哪 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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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 走 等着瞧 等着瞧 姐事已至此啊 你就不要再三心二意了啊 可自打我十三岁进宫 一直到现在 毕竟是九宰的夫妻啊 姐 你可真糊涂啊 你们算什么夫妻啊 一点情分都没有 姐 你不要再拿溥仪 当做至高无上的君主了 你更不要再贪图皇妃的虚名 我们应该运用法律 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 对 一定要运用法律武器 这 二姐 这位是我特意为傅文秀 素朴浩然离婚案 特意聘请的律师 张绍增先生 必然张绍增 在此恭候文秀女士 我已经收到淑妃文秀 委托律师张绍增送来的 正式法律文书 她到底在什么地方 李律师 你见到她了吗 并没有见到文秀女士本人 据张绍增律师讲 她目前下塌于一个秘密居所 并拒绝会见任何人 这个贱妃 李律师 淑妃送来的法律文书上 怎么讲 文秀女士提出了五项条件 都是些什么 这五项条件是 一 准文秀别居 并需听其自责地点 二 给予赡养费五十万元 三 此后个人行动自由 或进学堂 或游历外国 均不得干涉 四 原用张元随士一律逐去 每星期兴下其宅一两次 不得携带男谱 五 不得损其个人名誉 荒唐 五十万的赡养费 这要价也太高了 不招编辑吗 是啊 家门不幸 出此孽障 朕不答应 绝不答应 文书上说 如以上各条件不能赵允 立即起诉 并说 三日内误极答复 矮的美顿书 皇上 降到旨 将树妃 贬为树人 遣回娘家 不妥不妥 那么依你所见 是否认为 必须适适迁就那个剑妃 满足她的什么武力要求 皇上 树妃此次出走 事关皇上的领域 如果应对不得法 必至恒生之节更难收拾啊 依着你 该怎么个得法 依臣之见 当前最重要的是 稳住淑妃 不使尸体扩大到法庭上去 郑先生说的有理 应当首先寻求 私下调解 我们要见皇上 我们要见皇上 皇上今天不见 皇上今天不见 回去吧 皇上今天不见 李哥 这不是个办法啊 皇上今天不见 前卿迅地溥仪妾文秀 最近出走 是一件轰动金箍的社会新闻 陶械本是世家大族寻常的事 不过因为这件事 出在帝王家 所以不但引起 天津社会的注意 就是连国际新闻界 也注意起来了 隆公 隆公 等会儿 您就别听了 娘娘传玉让您赶紧去呢 李忠 等我把这段听完了 您就别听了 您就快走吧 大老板的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走 反正我不能再过 这种一切一切的日子了 这杯苦酒我喝够了 阿玛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你让我怎么办 你让我怎么办 离婚 什么 我是说让淑妃和皇上离婚 那皇上是什么意思 我不管他什么意思 我的姑奶奶 你就别添乱了 我的态度是明确的 要么他们俩离婚 要么我走 别急别急 这事咱们慢慢商量着办 您还慢慢商量呢 人家皇上和郑孝旭都定了 这事我知道 把淑妃先框回来 再发到经历 在老太妃身边看着她 就如同打入冷宫 那也不行 要让他们彻底脱离关系 多给她点钱不就行了 这事没那么容易 有什么不容易的 你就不会劝劝皇上 让她不必过世求全 对我和文秀都讲点人道主义 这也是尊重人权嘛 我 你呀 是啊 这事 怕是办不成 你就知道把女儿往火坑里头推 我都忍了九年了 溥仪 是我们多年精心打造的秘密武器 在这个关键时刻 绝对不能有半点差错 你要密切关注淑妃事件 不能久拖不绝 发生意外 你要帮助你的皇帝陛下下决心 尽快摆脱困境 她不也是你的陛下吗 哦 五藏向你透露什么了 我想这次淑妃是回不去了 那不是正好吗 张律师 您觉得我姐姐这场官司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温珊小姐没有信心了吗 不是我没有信心 而是我觉得我姐姐她 她好苦啊 温秀女士要向对方妥协 二姐 温秀小姐 张律师辛苦了 刚才你们说的话 我在门口都听见了 我虽十三岁进宫 不懂得什么事理 不过我还懂 作为清移民守前清之规 当年逢遍 我也曾绣藏历剪 准备随地寻清 此后 朴浩然先生 表示愿意做民国的公民 我又怎敢不随呢 既然如此 我们都应该守民国的法律 我在朴浩然先生那里 未有过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 所以 为了争取我的权利 寻求您的帮助 这一点 我是坚定的 请您不必顾虑 文秀女士 本人对您的胆识十分钦佩 根据民国宪法 国民 无论男女 种族 宗教 阶级 一律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所以 我相信 您一定会讨回公道的 主子 今天的报纸全给您拿来了 宇忠 有 皇上呢 在楼下 皇上 皇上 这是干什么 你居然答应 书非的要求了 没有的事 报线都登出来了 纯属造谣 都是那帮小报记者瞎编的 现在出了新闻 他们怎么能放过呢 当然是大编特编了 他们编得越离奇 报纸就卖得越火 这个道理你都不懂 哪天登祝你皇后 消化为民 出家当尼姑了 你也相信 我信 如果这次事情不解决好 那报上登的就是真的 你这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最近麻烦事多 本来这档口 我不应该给你什么压力 但事情牵扯到 我们俩的关系 我也应该表明我的态度 说出来听听 皇上不能答应 淑妃别据的要求 要是这样 就让臣妾走好了 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 皇上应该不折不扣地 做一位绅士 实行一夫一妻制 你是说你要朕同文秀离婚 做才算现代文明 胡闹 朕马上就要出来做大事了 你不要在这里胡闹 不顾大局嘛 反正留他留我 看着办吧 好好好 你们不要逼我 都不要逼我 说来说去 都是我负你们 我对不起你们 只有你们女人 才懂得感情 懂得爱 我什么都不懂 那你们有没有 问问我的感受 问问我的心里话呢 也说出来看看 很简单 只要我不是一个 退位的皇上 这个事就简单了 怎么个简单法 没人伤你们几个巴掌 把你们全修了 爱瑞 你怎么越来越可爱了 我把你修了 修了 修了 林先生 我的当事人来了 这是林律师 你好 请坐 请坐 谢谢 请允许我代表张园主人 询问文秀女士 是否存在返回张园 意图和解的可能呢 我只求在园外另住 愿嫉妒用 至于皇上 每月临行数次 愚愿足矣 我的当事人 所提出的五项要求 显然是不过分的 从卜浩然先生的角度来说 是很容易办到的 张园的主人 十分珍视 与文秀近十年的夫妻感情 一再表示 愿意请您返回张园 重修就好 加之二位所处家庭特殊 为皇室名誉记 万往慎重考虑 再说 五十万之数 已十难兆允了 我尊重以往 于普浩然先生的这份情感 但九年来 这种皇妃生活的种种不幸 使我不能忍受 长期以来的生存环境 和生活方式 我在金钱上 可以做最大让步 然而既是对不公堂 我也再不回张园了 这个 林先生 就请您如实转告吧 一定一定 可是 我还想问文秀女士 一个问题 您是否可与张园主人 见上一面 面对面的充分协商 我想 我与张律师 是可以妥善安排的 这是怎么话说的 一家人 怎么就这么生分了呢 叔主子 您有多大的委屈 就跟老申说 老申 虽说是个老奴才 可还有点老面子 当不了主子们的主 可还能为您办点子事 您做主子的 不好说的 我替您去 您要是不回去 可就让旁人 看了咱的笑话了 甭管是谁得罪了主子 老申 都代替他给您谢罪了 嬷嬷嬷嬷嬷嬷 起来起来 嬷嬷嬷 我知道 这宫里头啊 就您对我姐最好了 可是 这话 也不能如您 这么个说法 那 就请哥哥 交给交给我 您看 您能代替我姐 受委屈吗 可是自答 我姐入宫这些年 这所有的事您都是亲眼所见 您能改变我姐同婉容不平等的关系吗 您能改变朴浩然对我姐的态度吗 难不成让皇上赔礼认错 既然错了就得认错 甭管她是谁 二秀 让我自己说吧 嬷嬷 您的一番好心 文秀明白 也领情 柱子圣明 可是皇上 臣妾提出别居的五项要求 无非是想和陛下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不受嫌弃 违避纷争 并无无理之处 臣妾深知近年张元经济拮 与赡养费多少 臣妾并不在乎 仅够度用便可 而其他几项条款 妾不可更改 这是为了争取妾身的自由 以考虑到皇上的特殊身份与尊严 望皇上明鉴 并体谅会心 良苦用意 你说什么都好 就非得出走不可 臣妾若不行此举 又怎能得到皇上的体谅呢 我想同皇上单独谈谈 请大家先退下 姐 皇上 是你提出要和朕单独见面的 有什么话你就说 难道皇上就没有话和我说吗 你何必要走这一步呢 我又何尝想走这一步呢 那好 我们现在就去宣布撤诉 你和我回张园去 皇上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惠心你就不念我们 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吗 我们是夫妻吗 我们有过夫妻之时吗 这么多年来 你到过我房间几次 屈指可数吧 其实没有夫妻之时 如果你是关心我和爱护我的 我们今天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是你把一个本来要死心塌地 跟随你的人赶走的 还说是我赶走你 我是个人 不是一个摆设 一只花瓶 如果摆在那里 没有人去擦拭它 没有人去动它 它也会布满灰尘的 更何况是一个有思想 有感情的人呢 我还不如一只花瓶呢 花瓶 还有被人欣赏 被人插花的时候 而我 我没有欣赏 不但没有欣赏 还被人嫌弃 从到了张园以后 你每次出去应酬 都是带着婉容 我就像是一块 用烂了的抹布一样 扔在那 胡说 没有那么严重吧 婉容回家那会儿 我不是带着你出去玩了吗 你不要再提那件事了 你利用我 你冤屈我 还叫人来训斥我 害得我要死不成 要活不成 你问你自己 你有没有把我当作人看过 你就是个降脾气 你降得要死就是认死脸 你问问你身边的人 你有多降 你降死了你 到了现在 你还不检讨一下你自己 难道你就认为自己没有错 错全在我吗 我检讨 我为什么要检讨 现在是你不好 是你出了我的丑 出了皇室的丑 出了大清的丑 为什么要我检讨 我不想再跟你说了 我提出单独想见你 还是想听请你有没有悔意 对自己有没有认识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我们还是法庭上见吧 确实啊 我呢是不够关心你 有时对婉容也偏心了一点 但这妻妾有分 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啊 我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的 这能怪我吗 只愿当时那两个老太妃 搞出什么一妻一妾出来 不然就没有这么多事情 来烦我了 妻妾有分 我现在不是跟你讨论妻妾的问题 我是跟你讨论感情的问题 我问你 你爱过我吗 从头到尾